保护回答1000个油管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这个同学的提问 注意看 他的问题是 请问现在做一个英文单字频道可以吗 一言以蔽之 如果你要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回答你 就是别做 别浪费时间 好 请去我花几分钟时间 把这个答案展开一下子 让你充分的理解 我为什么会建议你 根本就不需要去尝试这方面的内容 这个同学在这个问题里头附加了一个频道链接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有点意思 看频道的名字是什么 学习中文 它的问题是做一个英文的单字的频道 那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头发的这个节目的形式 是一短篇的形式 里面一个英文字 下面是中文的翻译 它是怎么样呈现这个内容呢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节目就是把这个英文单字和中文翻译 做成一张这个图片 没有任何的这个旁白啊 或者是讲解啊 就是放进音乐 做这样一个短片几秒钟的时间 那这个做法就是我讲的典型的想做一个字典频道 好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些东西不能做呢 我们看做字典的这个笔组 我以前专门做过这个案例分析 讲过这个叫做Emma Sayin 做的最大的 70万的粉丝 你看他现在是什么个情况 最后的更新是在两年以前 这个频道停更了 为什么停更 当然你知道原因了 不赚钱了 或者是取消了他的获利资格 Emma做这个字典的内容 她的形式是把那个字典的字啊 拿出来 然后朗读三遍到六遍 最开始是这样起家的 后来这种方式很显然遇到了挑战 要么油管暂停了他的获利 他后面有一些其他的节目的形式的尝试 但是呢 都是属于这种哪一个简单的信息来念一下 那这种形式的特点是什么 以一种批量的自动的方式来大量的制造内容 然后放到油管上来 希望能够以量取胜获得流量来赚钱 那这种内容的制作方式 油管专门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内容工厂 也就是说 这种东西生产出来的是没有营养的东西 那这种内容的特点是批量 低质近乎自动化的生产 那很显然油管呢 不欢迎这一类的内容 那油管不喜欢或者不推荐这方面的内容 完全是站在观众这一面 因为观众不喜欢这一种节目的内容形式 那关于字典项目 不管你是中文的好 英文的好 德文的好 法语也好 俄罗斯语也好 都是属于这样一个性质的内容 关于这样一个专题 我做过四期节目 大家只要在我的频道里头去收字典两个字 就能找到这四期节目 这期节目就是我做的 Emma Sayin那个频道的案例分析 这期节目是两年以前 我做的回答一个观众的问题 那基本的观念 今天还是成立的 那这期节目是我自己做的一个频道的案例分析 我做过字典项目 我做过两千多期节目 所以这个问题我是绝对有发源权的 最后这期节目是在五个月以前我做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视频字典的频道 唯一的一个可行的方式 我在这最后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 只有这种方式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油管平台上面 也许有一点点机会把一个字典的频道做起来 如果你起心动念想做一个字典的项目的话 这期节目你一定要看 整个这四期节目 其实就对这样一个简单的字典项目的一个深度的案例分析 所以即便你不做字典项目 我也建议你到我的频道去看看这四期节目 一定会提高你对自媒体的整体的认知水平 以及对一个案例的具体的分析能力 再说一遍 你只要在我的频道里头去收字典两个字 就可以找到这四期节目 好的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 如果你也有关于油管方面的问题 欢迎提问 提问的方法 在这个视频的置顶留言当中 谢谢你